疫情趋缓 连贩毒集团也跟着围解疯吗 有贩毒暴力讨债集团以租车行当作据点 吸收学生和中措生 开百万跑车运毒 还把毒品藏在车门的夹层内躲避茶器 结果当场被弃毒犬破功 而另外还有警方追查 嫌犯拿牛肉面店当成了掩护 专门贩售大麻 警方大阵仗知道嫌犯租屋处赫然发现屋内角落 成了大麻植物园 先发吓到不知道自己已经创下大祸 警方在今年四月 首先在桃园一名外籍男大生的租屋处内 搜出大麻活猪 追查上游 来自一名33岁的姓男子 原来他涉嫌在外籍男大生的校园附近开店 挂羊头卖狗肉 以牛肉面店为据点 提供市面少见造语与破坏幻想作用的 特殊大麻品种酸彩品 给西县学生以各位青少年使用 警方三个月追查期间 不只抓到毒品源头罗姓嫌犯 既不扩大搜证 更在北中南三地破获大麻栽种场 连同祖贤在内收网逮了九个人 及时拦阻大麻毒品流入校园 另外行大破获的暴力集团 历经一年跟肩搜证 终于将这名置评专案对象压制逮捕 40岁理性祖贤 以哥哥经营的车行当作据点 吸收学生和中错生 驾驶百万名车运送毒品 甚至将毒品藏在车门夹层内 以为警方找不到 没想到弃毒犬一出马 立刻破功 不只卖毒 他们还涉及多起讨债暴力 最后李信兄立党 连同集团成员共11人通通落网 也让这组贩毒暴力集团一举瓦解 借箱福建台中 唱不懂 这次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了 谢谢大家